大家好,今天去超市买了一块钱的花生米,今天用它来做到美食。 首先将花生米清洗一下,捞出控干水分,打入两个小母鸡蛋搅匀。 加入适量的面粉,搅拌均匀,将多余的面粉过滤一下。 起锅烧油,油温7成热,倒入锅好的花生。 用小火慢炸,炸的过程中可以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。 炸好捞出控油,碗中加入一勺盐,胡椒粉,再加一点孜然粉,再加点椒盐。 加入一勺辣椒粉,一勺芝麻。 锅里加入清水100克,白糖120克。 用小火熬至冒大泡。 颜色变身的时候翻火,加入调料,搅拌一下。 加入花生米翻炒。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,出锅。 一道好吃的怪味花生就做好了。 颜色非常的诱人,过年过节做上一盘,真的是下酒一下饭。 平时当做零食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其中味道夹杂在舍尖,回味无穷。 小朋友也喜欢吃。 喜欢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。